英国武道班斩人惨案 引发全国多地示威潮 更加触发了内战 极有示威者扬言 要在当地时间的8月7号晚 发起超过100场的示威 大规模行动 目标是与难民相关的设施 有居英港人指 当地有人趁火打劫 以示威为名 排斥非白人的种族 提醒在英的港人要小心 英国反移民示威 由7月30号爆发至今 已经超过了一个礼拜 形势不单止未受控 反而持续蔓延 网上流传一份目标名单 有移民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难民中心 被护字眼的服务设施 成为目标 不少企业都提前关门 部分商店更加用木板封住窗口 警方在全国各地 部署了约6000名防暴警察戒备 英国政府说 一旦局势失控 必要时会出动军队 平息数联 与此同时 在伦敦 布里斯托 白明汉 利物浦等地 大批示威者聚集 手举打击种族主义 和制止极右翼等的幻乎 更加有传穆斯林 和极有示威者暴力相向 妄想流传片段 疑似是穆斯林团体聚集 手持武器上街示威 更有流传片段 而似是极右派的示威者 手持电锯 追击穆斯林夫妇 英国二十多个城市的疏乱 越来越暴力 而英港人和在英国的华人 都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不少人为了自保 减少外出 激进示威者四处打杂 纵火 集警 英格南北部的一栋警局大楼 被人中火焚烧 英国首相官邸附近 被人订燃烧瓶 大批示威者和警察 发生激烈冲突 这些令人心痛的画面 在2019年的香港都有见过 当年反中乱港分子 在英未等过反华势力的操弄下 肆意在香港多区堵路 中火 冲击和破坏立法会 在警种中火 火海横跨整条线尼斯道 种种暴行 持续了足足半年 当年的香港乱象 英国反华政客 形容暴徒是捍卫民主 但现在英国这场乱象 英国首相就指责激将分子是暴徒 强调这些不是抗议而是犯罪 暴力示威者将要面临法律的全面制裁 英国和西方国家商标打脸 我们早已司空见惯 但老百姓是无辜的 反移民和反种族主义者的示威潮 令到英国社会陷入分裂和内斗 部分地区沦为暴力的战场 英国这场骚乱会持续多久 当局又要怎样应对这些激进的示威者呢